大家好,今年到了除夕之夜,何家团圆,年夜饭桌上一定要做这道菜,全家人都喜欢的黄金虾球,外酥里嫩,寓意好,寓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何家欢乐,团团圆圆,日赚黄金万两,财源鬼鬼来,做法简单,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今天买了三块钱的大虾,全部都是新鲜的,接下来把虾头去掉,虾线也顺便给它扯出来,像这样处理起来,非常的方便,接下来再把虾壳去掉,这个虾尾就留下来, 像这样一个大虾就处理好了,处理好洗干净,放到盘中腌制一下,放入一百粒食用盐,一百粒鸡精,数不清的胡椒粉,一勺生抽,用我发菜的右手把它抓拌均匀,放一旁腌制十分钟,这样虾肉吃起来更加的紧实入味,接下来准备一块这样的老豆腐放到大碗中, 往里面放入少许的食用盐,适量的西湖水,用淡盐水放在这里浸泡五分钟,这样能去除里面的豆腥味,时间到了把豆腐取出来,再放到一个干净的大碗中,下手把豆腐抓碎,这里需要抓得越碎越好, 抓碎的豆腐里面,放入两勺玉米淀粉,这样能锁住里面的水分 先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调成里面没有干面粉的状态 放食用盐少许,先入个底味,十三香,鸡精,下手把它粘成一个面团 最后把它粘成这种软软细腻的豆腐面团 再取出一份,放到手芯里面,把它盘成一个圆形 盘好之后,再把它粘成圆片 粘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上面放入我们腌好的大瑕 根据自己的方式,把大瑕包起来 最后再整理一下,把虾尾巴留出来 这样做出来的成品,不光好吃才好看 像这样一个虾球就做好了 下面把做好的虾球,粘上一层生粉 像这样就可以 接下来,销碗里面打入两个母鸡蛋 先用筷子搅拌均匀,放一旁备用 然后把虾球均匀地粘上一层鸡蛋液 这样吃起来不光口感好,而且还营养丰富 再粘上一层黄色的面包糠 粘了一层面包糠,口感吃着又酥又脆 像这样一个黄金万两的虾球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放到盘中 我这里做了十个黄金虾球 在新的一年里十全十美 接下来起锅倒入食用油 油温烧至五成热食 把我们做好的虾球一个一个地放进来 放进来以后,千万不要动它 放动一下锅,以免粘锅糊底 先把它炸至表面定型 这个时候全程开中火,慢慢地炸 大概炸了120秒左右 炸至定型,用筷子把它翻弄一下 使它八面四方都受热均匀 炸出来颜色统一一致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特别的漂亮,金黄金黄的 炸至表面金黄酥脆时 用肉勺捞出控油 一道非常好吃又好看 而且寓意优好的黄金虾球就做好了 金灿灿的黄金虾球 颜值高,寓意好 你也可以叫它黄金万两 出锅把我家三个儿子都馋哭了 大家看一下 刚出锅,外皮酥酥脆脆的 全家人都爱吃 一口气连吃六个都不过瘾 里面的虾肉细嫩鲜美 有豆腐有鸡蛋 营养更圈面 年夜饭上做出一道 这样的豆腐黄金虾球 在新的一年里跑个好兆头 生意发财红红火火 事业和学业更上一层楼 如果你喜欢 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